苦茶油高温燃燒 再把草蝦放入油鍋內煸到熟 炒過蝦子的苦茶油集結精華 拿來炒飯最適合不過 白飯飛魚卵有了苦茶油滋潤 香氣傾囊而出 炒飯要好吃關鍵在於要有鍋氣 老闆謝伯勳的手腕力道大 可以翻鍋七八十次 炒出來的飯Q彈又粒粒分明 苦茶油香氣完美 融進米飯裡多了飛魚卵 堆砌出啵啵啵的口感 搭配蝦子一起吃 筍子回味 這道茶蝦飯 有人吃過一次就成為終身顧客 它的米粒炒起來就是很粒粒分明這樣子 而且很香 茶香味的味道很香 第一次是朋友介紹 來嘗試吃一次就 就覺得很好吃就變成主客 茶蝦飯結合客家元素 用苦茶油煸蝦子 這是二代老闆謝伯勳的母親 兒時救命美食 我媽媽那時候生了一場大病 就是說一場意外 然後沒有食癮 然後那時候的醫學並不發達 所以說要盡量給它營養 那時候的物資又很缺乏 所以說只有連肉都沒有 那只有到山裡面去找一些小魚小蝦 然後我們客家人又善於用苦茶油 因為我們都知道苦茶油 是對身體非常好的一個油 所以那時候我的真祖母叫祖母 用苦茶油去煸西蝦 然後煸完西蝦再炒飯給我媽媽吃 謝伯勳母親為了重現這道料理 當時母子倆還不斷找尋適合做茶蝦飯的蝦子 那時候是用西蝦 其實我吃到最後的版本其實是龍蝦 因為那時候我家還不錯 我媽媽都用龍蝦煸那個苦茶油 煸完再做 我說那用龍蝦怎麼去賣給客人 所以說後來再改 那西蝦又不好找 所以我就試了好幾種蝦子 最後其實是這個炒蝦是最合適的 原本家境優惑的謝伯勳 媽媽從事房地產 家中生活小康 上學時謝伯勳幾乎都是以車代步 我上大一的時候 甚至還是開個賓室 大家都愛 連野狼都還沒有得起的時候 我就開賓室上學了 但母親被騙家到中弱 瞬間家裡負債七八千萬 生活從天堂掉進地獄 為了還錢 母親頂下店面做餐飲 試圖放手一搏 真的沒有地方借錢 甚至說我去跟同學 去跟我的同學借 母子倆攜手打拼 母親是客家人 以客家菜出發 像這道酸菜牛肉 是不少老饕的心頭好 牛肉不過油直接現炒 等待香氣一出來 丟進切好的酸菜大火快炒 這道酸菜牛肉用的是黃牛後腿肉 肉質軟嫩搭上鹹香酸菜 實在好下飯 如果還有肚子 那這道隱藏版料理 豬腳麵線肥吃不可 穿燙過的豬腳炸到外皮金黃 除掉多餘油脂再滷四十分鐘 乳鍋裡只有八腳 蒜頭 油酥 醬油 古早口味可是擄獲不少客人的心 乳鍋的豬腳滿滿膠原蛋白 Q彈油咬勁 麵線吸收湯汁精華 香氣十足又帶點甘甜 很像阿嬤的味道那種樣子 所以說他們覺得吃了以後 就會帶自己的阿嬤過來 美味料理讓店內生意越來越好 不料母親卻生病 肝臟長了腫瘤一度命危 全靠謝伯勳捐肝舊母 就是拉下鐵門 就是外面貼個布告寫 去高雄換肝給我媽媽 客戶請見諒 我不去換啦 他一直強調說 我要救媽媽 我要救媽媽 孝感冬天 母親活下來了 漸漸恢復健康 謝伯勳也不想母親心血付諸流水 再度回到工作崗位上 要繼續傳承這股媽媽的味道 認真翻炒出 一道道家傳的客家菜香